第137集 手掌被人紧紧握住 珠珠抬眼就见银子张同样一脸平静地看着他 没什么好怕的 不管生死 他的阿张都会陪在他身边与他一起承担 还有他的师兄师姐 大师兄姿牙咧嘴对他笑了笑 摆出一副老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嚣张姿态 二师兄向他微微点了点头 便不再去看那长生鲜火将目光投向十样绿 神情温柔如水却又坚定如实 三师姐勉强睁开眼睛向他眨了一下 妩媚漂亮的大眼睛水汪汪的清澈又灵动 似乎是想表示自己没事 要他别担心别害怕 珠珠心中生起荣荣暖意 抱起与他一样平静下来的小猪 走到平台前面盘膝坐下 珠珠知道自己应该曾经吸收过一种天火 就是小猪体内的续扬明火 至于怎么吸收的 他一点印象都没有 吸收第二种天火理论上比吸收第一种天火风险略小 但却要面对天火融合的问题 一旦两种天火无法完全融合而彼此排斥的话 吸收天火的人想死的多惨就有多惨 拥有火灵的修饰危险性相对小一些 吸收天火失败可能就是火灵净毁 等于废掉一半的修为 不过至少还能留到性命在 珠珠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失去小猪 所以指挥小猪动手前 用力回响了一遍续扬明火和长生鲜火的特性 模拟了一番让两种火焰融合的种种细节 然后才深深的吸一口气 抱起小猪用力在他的鼻子上巴唧一口 我们一起努力 吃了哪根豆苗 小猪动智昂扬嗡嗡两声 扭了扭圆圆胖胖的小身子 猪猪一把捧起他 向着长生鲜火的方向就抛了过去 不知道是他紧张之下太用力 还是小猪激动之下太给力 小猪做好张嘴大咬的姿势 结果却飞过了头 一下越过长生鲜火上方 掉进了熔岩里 地尘上满怀希望信心 结果却看到这不靠谱的一幕 一口气没憋住 差点当场噎死 所幸小猪并不怕火 更不怕这区区的熔岩 落点虽然有误差 很快就从岩浆里扑腾起来 反身扑到长生鲜火面前 嗡一口 连火苗 带那圈元神之光一起吞了下去 小猪本来就很圆的肚子 骤然长大一倍不止 皮球般在岩浆上翻滚起来 一边发出恩恩的痛叫声 猪猪比他好不了多少 他正努力感应指挥着小猪 控制体内的续扬明火 冲破冰火神亡 留下的元神之光 小猪承受的痛苦 他也感同身受 小猪没惨叫一声 他便跟着浑身颤抖一下 不过片刻 全身上下就像从水里 捞起来的一样 被冷汗湿透 脸色也惨白如雪 银子章不知道怎样 才能让他好过些 只好盘坐在他身后 抱着他给他支持 过了大概半个时辰 小猪吞下的元神之光 终于受不住续扬明火 与长生鲜火的内外夹击 彻底崩裂 小猪嘴巴一张 吐出无数雪白的光点 身体也恢复了正常大小 然而真正的折磨 这一刻才正式开始 小猪雪白的身子 忽然蒙上一层紫红色的烈焰 烈焰之下 隐约有翠绿的火苗 试图突破重围 小猪无力地倒在岩浆之上 任由紫红烈焰与翠绿火苗 以他的身体为战场 疯狂交战 猪猪拼力低声 带我到小猪身边 他身后不远处是石硬绿 如果他将小猪召回来 收服长生鲜火的过程中 只要有半丝插持 石硬绿只怕会被逼得暴体而亡 炎子章一言不发抱起他 凌空飞进小猪所在 施法将小猪从熔岩中捞起 缓缓送到他的怀里 猪猪抱紧小猪 靠意志强撑着调动小猪体内的 续扬明火 释放开疯狂飙升蔓延的长生鲜火 续扬明火本源真意乃是光明 而长生鲜火则是生机 光明与生机本来就相生相长 不该互相束缚意志 猪猪知道 放任两种天火尽情释放威能 很危险 但是他想不到其他更好的法子 可以让这两种天火迅速融合 只能够行显 他觉得自己像被人扔到火里烧的柴草 连骨头都要被烧成灰了 不过 就在他觉得连意识都要被焚烧燃尽的时候 身体却忽然开始迅速恢复 可重获新生的感觉还没体会清楚 又再次被投入烈焰中灼烧 如此循环往复 我没事的 我没事的 睡一觉就好 猪猪气弱油丝 对炎子章安慰道 他还能抱住小猪 那就是他的身体还能承受长生鲜火的威能 所以长生鲜火没有飘散而出 真正伤害到他的身体 他之所以这么难受 是因为他主动去感应小猪的状况 他不知道小猪能不能撑到最后 只能在自己彻底失去意识前 祈祷自己想的没错 两种天火能够自然而然的互相吸引 主动融合 小猪吐出的那些银白的原神之光碎片 四处飘散 很快将猪猪银子章以及底蝉上等笼罩在其中 底蝉上等正在反应 眼前的岩浆寒冰忽然尽数消失 五个人立足之处 已经变成了一个兵域建造的原型大殿 大殿正中立着一个足有五丈高的巨大兵域雕像 那是一名神情刚毅的壮硕老者 想来多半就是冰火神王本人的塑像 之前被底蝉上和七优谷随手收入袖中的八宝紫云物等五件宝物 突然飞出悬空停在了雕像前大放光芒 不过他们几个现在更关心猪猪的状况 银子章抱着猪猪 看都没看那五件宝物的异状 他只想猪猪没事 只想他平安醒之 小猪躺在猪猪怀里也是毫无动静 底蝉上等三个人见到这样的情景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安慰银子章 鸡幽谷冷静下来打量一下四周 四师弟 猪猪他应该没事 看这里的情形 应该是冰火神王认为猪猪已经通过考验 因为小猪降服了长生天火 所以我们才能够到达此处 银子章微微点头 神情放松了许多 其他人听着觉得有礼 也松了口气 终于有心情考虑现在的处境 下品仙气 食应率忽然察觉到半空中 那五件宝物上散发出一股特殊的气息 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长生鲜火被小猪吞下后 食应率的情况便好转许多 现在虽然仍有些力虚气弱 但体内紊乱的真元已经恢复平静 也能活动自如了 底尘上一听便两眼放光 仙气 他这辈子还只是听过 从来没见过 冰火神王的手段当真了得 竟然能把仙气封印住 半点气息不露 变得如同寻常珍宝一般 现在封印自动打开 显然是冰火神王认为 小猪降服了长生鲜火 所以愿意将五件宝物赠予他们 这真是喜上加喜 猪猪和小猪看来都不会有事 加上得到这五件下品仙气 他们算是不需此行了 猪猪仿佛感受到 他们欢心的心情 终于在昏睡了半天之后 悠悠转醒 不过小猪却依旧昏睡如故 猪猪睁开眼睛 首先看到的就是尹子张 他抱着小猪躺在他的腿上 周围的环境 与他昏迷前所见的完全不同 他一时有些迷糊 懒猪 你总算睡醒了 尹子张直到此刻 才真正松了口气 虽然理智上 知道猪猪应该没事 他的呼吸心跳也很正常 但是不见他清醒 总是令人难以放心 我睡了多久 半天 猪猪脑子渐渐清醒 连忙低头去看怀里的小猪 只见他静静趴着 一点反应都没有 心里不由地生出担忧来 小猪体内同时存在着两种天火 现在算是成功融合了 还是失败了 看小猪身体完好 应该是成功了吧 可是他偏偏没醒 这又是怎么回事 除了当国太子 世上从来没有人同时吸收 一种以上的天火 这与吸收几种受货 原理上应该差不多 不过天火的威力 与受货相比 着实相差太远 他不可能去请教当国太子 吸收两种天火 会有什么反应 只能靠自己琢磨 就算问师父师娘 多半也不会有答案 他们本身甚至连一种天火 都不曾吸收过 又如何回答他的疑问 小猪怎么了 银子章问道 猪猪不想让他担心 故作轻松 他太累 估计还要睡几天 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找到水冰绝了吗 小师妹 老四把你当宝贝一样 包着不肯松手 哪来的时间去找水冰绝 底船上挤眉弄眼 极有鼓与适应率 发现猪猪醒来 也围了过来 这次多亏有猪猪和小猪在 否则我们现在 都还困在那个古怪的地方呢 小猪还好吗 这里是冰火神王的宝藏 有好多好东西呢 猪猪昏迷这段时间 他们基本上把冰火神王的宝藏 逛了一遍 原型大殿分别连通着几个库房 存放了数之不尽的法宝 俘禄丹药 灵药丹荒 镇图镇盘镇旗 以及功法秘籍等 更有数以百计的上品零食 珍藏之丰富 胜过圣治派的库房 百倍不止 圣治派得到这些东西 虽然不见得能马上 跃居大陆上的一流宗门 但只要小心经营 数百年后 超越凡剑宗 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找到随兵局了吗 猪猪再次问道 他最关心的还是这个问题 因为这是银子张 最关心在意的东西 找到了 不过我们拿它没办法 这东西 你们看看就明白了 地缠上酸溜溜道 一手把一个玉剑 递到银子张手上 玉剑上记述的是 冰火神王的修炼心得 与一些杂事 银子张快速看了一遍 总算明白 为什么底缠上是这副态度 原来水兵局只供身具 兵灵根之人修习 而且并无文字记录 必须由休息者 自行从水兵石中参悟 能够得到多少真传 全看个人悟性机缘 水兵石就是 冰火神王雕像下的 那个黑色的石仆团 之前底缠上不信邪 坐在上面 打坐入定 足足一个时辰 结果一无所获 后来又让基优谷试过 结果一眼 终于得出结论 这块该死的水兵石 其是所有不具备 冰灵根的天才修士 银子张想到自己 寻觅多年的水兵诀 就在眼前 心中难以激动 深呼吸一口气 定下心神 起身走到水兵石前 盘膝坐下 他的身体 刚刚与那水兵石接触 黑色的水兵石 便散发出一片炫目的白光 将他整个人笼罩其中 整个圆形大殿 寒气大微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这种词 任何人笼罩贵